在旅行过程中呢 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很方便的工具 叫旅行箱 那么实际上呢 旅行箱这个东西呢 确实非常好用 但唯一的问题是 旅行箱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底下那个轮子呀 很容易坏 比如说我呢 在前一段国庆节的时候 回家了对吧 然后呢 在返程的路上 因为我拉着箱 骑着电动车 所以呢 就把我这个箱的轮子给打坏了 但是我们又不可能因为 轮子坏了 就不要这个箱子了 所以呢 我就想个办法 我就跟你说 好 那我就要自己修它 那我在淘宝上搜了一下 说哎 有没有这样的 可以只修轮子的呢 还真有 让我给发现了 那我在淘宝上呢 找到了一家店铺 在这家店铺呢 我跟淘宝的卖家问 说哎 有没有我这个轮子啊 他说 你把你这个轮子呀 拆下来 给我看一看 拆下来看了以后 可以 对吧 那就给你搞 如果不可以 那你就要另找其他的 幸运的是呢 我成功的找到了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当时和卖家的一个 沟通的记录 好 那你可以看啊 在一开始呢 我先会和卖家说 那我想换一个轮子 对吧 那我把我的箱子拍给他 他会说 哎 那你要把箱子摆好 拍给他去看 然后呢 我就一点一点去拍给他看 最终呢 我就拍出来了效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呢 就很方便的去买到了 这样的一个轮子 那么实际上呢 现在呢 轮子也到了 所以呢 我今天决定 把我换轮子的这个过程呢 给大家拍下来 那给大家算是一个经验吧 以后大家如果有用到的话 你的行李箱如果坏了 你也可以试着自己去动手换一下 那我先把这个给拆开 送的东西还是挺齐全的 卖家告诉我呢 就是买轮子 正常的话呢 都不会买一只 所以他们呢 也一起就把两只都发给我了 对 两只轮子 一左一右两只轮子 然后这个轮子呢 我买了两只 一共是花了29 也就是说一只轮子 大概15块钱 我只要花15块钱 就可以把我那个 那个行李箱呢 给救回来 我就不用再花 100多或者200多 或者300多 去买一个新的箱子 我觉得这样一笔 嗯 还是非常省钱的 所以呢 我决定 换个轮子 那我收到东西 有轮子 一盒药 一盒这个螺丝 以及一个卖家送的螺丝刀 方便我去拆卸更换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去换我的这个轮子 想换轮子 肯定首先要先把之前的那个给拆掉 所以呢 我就先把之前这个拆掉 刚才让大家看一下拆的过程 那你在换轮子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参照这里面的这个过程是吧 紧密 把它搞乱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拆下来 去给你的卖家 让卖家看一下 按下试十字 然后把螺丝拧下来 感觉我的螺丝刀不是很给力 我要去拿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工具箱 可以用来 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 十字螺丝刀 这个就省力很多 我们把里面固定轮子的螺丝给抽出来 一共是上三下二五个螺丝 那么根据你的行李箱不同 它其实这个轮子上的螺丝啊 包括形状都会有所不同 在你的自己的情况下 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这里我的是会需要 有五个螺丝 但实际上定家卖的时候 就可能有很多种 你可以把你的拆下来以后 摸一下卖家 它会告诉你说 你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螺丝 然后它告诉你说 你要是拍什么情况 然后你就去拍了 现在我的旧轮子也坏下来了 看一下这个旧轮子还是有一些磨损的 刚好给它换成新的 这样的话我就比较省心了 这个承重轮换成新的 首先这儿有新的螺丝 那旧的螺丝就不用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更好 先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在这里装的 这个外轮 我再拿螺丝给它装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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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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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个老的箱子又恢复新生了 -这箱子应该还能再用一两年 -直到什么时候 你就这箱子实在用不了了 -那就可以真的考虑去换一个箱子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 -如果你以后你的箱子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那你应不一定非要去买个新的 -你也可以考虑像我一样 cứ -啊 -直接换一个轮子 -刚刚那些就是我这次换轮子的全过程 -那对于你来说呢 -如果以后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那么我也很欢迎 -你自己去动手试一试 来去换一换你的这样的一个 轮子 让你的一个坏掉的箱子呢 重获新生 好 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 拜拜